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的定位就是豆腐 用真來做好的原材料 豆腐是最基本的 如果我們做得到豆腐最漂亮 我們做其他東西也是很漂亮的 這樣就有些副片出來 我經常從事豆腐 也是第三代的接班人 人家叫我去豆腐 我覺得很多人不太喜歡 但我很享受 最重要是如何將豆腐延續下去 如何伸火相傳 好, 早上泡八個小時 然後六點開始磨豆 磨豆磨好後就煮漿 煮滾了之後就這樣沖 我剛才碰到眼睛 我剛才碰到眼睛 鑽到眼睛都炸了 好像雲一樣, 不得漂亮的 我剛才碰到眼睛 可以看到阿朗 你做得很難看 要做得很難看 我再碰到眼睛 我最愛的一切 我最愛愛, 真是最愛人 大約一小時, 它會散開, 不漂亮 很滑,其他地方都沒那麼滑 我在外面吃過豆漿 一喝下去就有些草青味 他這個沒有,我問他為何在外面吃過豆漿 他就說這是秘密 最後的東西就是撞漿 沖之前最重要是把石膏攪拌均勻 不要讓它沉澱 其處就是在中心沖下去 比較高一點,撞下去比較均勻 我們沖的容器是圓的 對凝固很有幫助 撞到中心裡有些沖力 讓液體和石膏產生一個對流 把石膏均勻均勻地凝固 傳統做豆腐以前只有兩種 一種就是用鹽老做豆腐 一種就是用石膏做豆腐 現在就加入了一種叫做內枝 這是一種內枝 給人們快速做一種很簡便的豆腐花 這是一種合成物的凝固劑 這是石膏 大規模生產的是用內枝 超市裡一盒用真空包裝 基本上是用內枝做凝固劑 內枝的穩定性很強 而且處理比較方便 成功 這個是內枝 看起來已經成功了 倒不出來 好像燉奶 另一個就是石膏 看起來也不錯 再看看這兩樣東西 看起來好像稀少少 彈性是在這裡的 其實豆腐的濃度一模一樣 我相信這個石膏 這個環的程度比內枝好一點 我始終還沒到那個階級 還沒到那個階段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他的東西 把我的經驗分享給他 用一種開放你的心去看一件事 不要害怕自己教教徒弟沒有師傅 我有一位師傅 我經常想我交豆腐給他 他是做火鍋的 他發覺吃來吃也吃不到 那個漂亮的豆腐 他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教我 我說好 這個就是自家豆腐 全香港火鍋的東西 我想只有他一間火鍋店 是自己製造的豆腐 這個也是跟你吩咐 加拿大有機紅豆 是 軟硬程度也不錯 夠了 應該夠硬了 不用浸了 這些豆腐特別好吃 為什麼這些豆腐這麼好吃 因為我自己做的 豆腐你也自己做 對 對 一轉過來這裡 就比較安全一點 對 是 夠實質 死人了, 介紹一下虎哥給我 我馬上就拍他的角度 可不可以過兩招 過兩招給你做什麼 那你就是什麼 但是我們之間是沒有秘密的 針仔 最好在18度 攝氏18度保持豆腐的營養 賣完即止 沒辦法再做給你了 對 它是滑 而且那種豆腐味還存在 通常你打到哪裡 豆腐都吸收了所有東西 但是它能保持到豆腐的味道 因為你能吃到豆腐的豆腐 但在其他地方你不能吃 因為我現在住在英國 我一定不是這個質感 很難找到 所以我會回到香港 給這個豆腐 四十幾年 我爸爸想來香港 我們有壽兄弟姐妹 我爸爸一個人養十幾個人 我們的生活環境不是那麼富裕 我在這個環境下 我們作為兒子女 都是要私慳識見 怎樣可以幫助家人 那時候的前舖後居 我們在這間店裡有兩段危險期 1967年香港暴動 我有時候有兩間店舖 一間是北角 一間就在這裡 爸爸和姐姐決定了 所以就是基礎北角的間 集中在這邊 另一個危險是 我背後的這個山 我們有七條村 要清拆 不夠黑 這間很大一大 很漂亮 這間店很漂亮 這間店很美 這間店很美 七一二 到了中學畢業 我毕业一日就一路做事 和帮爸爸一路 再没什么时间去进修 新生性去进修就是这个过程 所以我都很享望、很享受 其实他的牌子 还有九个牌 政府见一个就收一个 如果是连这个行业 都慢慢色微没了的时候 其实是很可悲的 如何将豆品这个行业 去延续和持续发展 我就将这个使命交给他 我们豆品业最早期 是有三百多家的 到现在只剩9家 我们的污西排放里面是简性的 还有我们的含氧量是零的 和环保的政策上是有所抵触 就不可以生存了 没有一间就没有一间了 你现在代表是一个民族性 就是要为这个文化成全力 我现在有一个日本朋友 我请我吃豆腐 原来很高格调 要紧着于鸡泡鱼 去吃你的身份 为何人们可以做得到 我们做不到 我们做得到像豆腐 好像很低层次 我们做这个豆腐行业 中国来说是三大辛苦行业 就是拉船, 打铁, 豆腐 我家父常常用手推 我们一天可以推多多 我们知道要体力 我们做豆品的 每个都过不了三代 最多去到三代就玩完 因为太辛苦了 其实我们很珍惜的一粒黄豆 一粒好的豆 到一粒坏的豆 或者没有刺的豆 我们都会善用它 好像说这些大豆 我们叫做豆公 就起不了牙 我们会制了棉糞 其他醬料 也会制腐乳 腐竹、枝竹 豆干 以前有粒豆 磨出来做豆浆 或者做其他豆类製品 到时候剩下渣 他以前就是胃豬 我爸爸的年代就一条龙 在我的时候没有浪费 你回去用盐水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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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多两个字 我拿去煮后就放这些煮 对了… 你真是有心思做 就是本事 我刚刚在美国回来 都要放心 是吗 是吗 就是特地回来吃吧 我小时候吃到现在 那又要多吃一点 我饿了很多都是这些傻瓜 他买不到 或者我们放假 他就离开, 我一天不吃 你叫小珍唯一 我留给你吧 你叫小珍唯一拿 下周, 没所谓的 在香港六点多已经有卖了 那些厂或是大陆 已经到达了 有了卖了 我们也不跟他们竞争 我跟大厂 我不够他批评的 我可以稍微慢慢地 一托托地分下去 对了, 他不认为他都差不多 那些机械式倒下去 有一件事就是加了一些面粉 有些加鹰粟粉 石膏落重了一点 有些是加其他东西 加营菇 减轻了成本 所以我们也有限量做 就是不会多做 因为有很多时候 可以说是物以可为贵 做少一点, 蒸一点 让人更健康 让人们吃到一个好的豆腐 全食一天四百八 现在十多八 老板, 完成了吗? 完成了 我刚刚让新鲜的给你 就立刻做的 我先帮你煎一下 这些全部都是你的要求 是的 订制这些豆腐 是用烤焙用的 因为其他店铺不肯帮我炸 不肯帮我弄定 你买一些现成的 有些可能已经冲了很久 而且已经变酸了 现在新鲜炸的 如果我今晚就烧的话 就真的很棒 这次上一次的做法就很厉害 比上次生一点 今天我们就烧了 生的好奇 变成我们多一点时间 多一点水分 很少可以有老板 肯跟富客交流 因为这些已经是特别预计 有些不肯制 怎会特意服侍你煎鸡肉豆腐 富哥就… 有客要求的 做得到的, 尽量做 很多东西是日生夜宜的 我们不要常常坐井观天 我希望能够在其他展销会 展览会里面 我看到设备别人 可以帮助我们公司 其实主要一样的滚椰豆浆 它不黏底 是 最容易一样 因为我们用的就是用蒸汽 我还不会只在香港这个 其实我在美国、日本 中国大陆也有 有这些设备展览会 我估计会和一群朋友 我会一起去 我看完之后 他将我的优点 给产海意见给我的 因为他也做了几十年 正式由熊富仔出身 样样什么是自己做的 他也很厉害的 就是样样皆能 鸡豆浆 中洋饼 芝麻碗 我都不出声叫他 是什么 这是老家伙 老家伙 老家伙 有很多伙计 很多伙计 那些东西 摆在家旁边 很好 我们收工 没有搞猪肉 一大桶猪肉 都要消灭 很好 很好生意 整理一下就不太好 这间店铺的创业 最早期就是 专门卖芽菜 豆腐 后期 再做包碟 菜肉包、锅帖、葱油饼 最后期 煎豆腐 和三宝小食 从现在来都要扩展 这是萝卜丝饼 五香粉 蝦米和西芹 萝卜丝 又要烟 又要扒洛丝 给了功夫斗 又赚得不太多 给了比较厚 像是要人做的 吃的挺好吃 挺有咬口 是不是做过丝 我真的做过丝 这些不行 两条萝卜 两条萝卜 四条玻璃 以前没有那么多品种 后期慢慢加了很多 迎合街坊的小食 自己进修了管理知识之后 知道我的定位不太清晰 叫做豆腐铺 那你究竟是一间小食店 还是一间甜品店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可以说 只知道你这个好吃 现在很肯定 在店铺的定位里面 集中的主力 就在豆腐这方面去考虑 我最坚持就是石磨 那是一间小食店 其实是我们家庭式的搅拌机 很高速的转压时 就产生了一种烟力 从而破坏了一粒黄豆里面的蛋白 我记得有好豆腐 这个用了二十多年了 我用一只石磨 就是还在用石磨的豆腐 我总是十多二十间 没有二十间 十两间 十两间 它不难可以用四五六七年 一六二还要薄 做一次薄一次 是一只石磨的 四元 我现在已经去第四代 我现在已经去第四代了 接我的手 没有了 等他来 我已经做了三、四十年了 是时候淡出的时间 让他有些新的思维 他自己在外国的一段日子 我们始终是豆腐出身的 我希望我们的店铺 定位在豆腐 主题在豆腐里面 你想想自己怎样 你不一定要跟我的 你年轻一代做的事 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我不是一个很保守的人 我是很开通 接受新事物 他说 他说 台湾很出名的木瓜煎奶 是非常出名 很好喝的 其实我说 我们可以抄它们的办法 木瓜豆漿 夏威夷的木瓜 这是新鲜豆漿 是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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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咖 本来的 是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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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又好喝,很香 我十多年前已經在台灣… 不,在加拿大已經… 招呼了朋友,先嘗嘗 很滑,可以分辨 這個等我第四代的兒子去考慮 我就自己不考慮了 幫了多少… 不是先幫忙,純粹是 我們幫忙幫忙,不是這個方向 既然你學過西式的高點 你就在這個基礎上 把西方的高點和文化 是否可以融入傳統的東西 開創新的 路是自己走出來比較好一點 比較有自己的特色 對,可能這樣走法 自己領略的東西比較多 去介紹吧 BROWNIE 看看能否加進去 很多東西要嘗嘗 有否有一個將來可以放在市場上的運作 他來了, 累了 應該是他主導, 我是他助手 只不過有時候自己加一點意見 要不要加豬肉, 如果把豬肉粉放進去 因為豬肉的味道, 我們吃不到豆香味 我想加重豆香味, 豬肉的味道 有些豬肉的味道, 便會減掉豬肉粉 今時今日, 我的兒子不是很大願意 但我猜游說到他, 起碼先倒絕 推前一步 我希望他能完成我的願望 從而我們希望第四、第五代 是豆腐的味道, 但要加一點油 始終有少許的味道 是否要把豆腐放進去 要加一些… 我認為是中碎的 那第二次我們嘗嘗, 再加一小碎 我們會想吃, 再加一小碎 是醬了 是最痛的 呻吾聲 是因為我們會這麼多的 是從來的 在那裡 是因為我們會看到